你单身,我单身,不如咱俩去结婚,你离婚,你把我离婚,不如咱俩去私奔 7月15日,烧饼发文表示,合作17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并at了曹贺阳 看到这一幕,网友们发文祝贺烧饼曹贺阳17周年快乐,也有不少网友表示磕道了 不得不说,秉四的感情是真好,在德云社内,除了郭瑜和高栏外秉四是合作时间最长的相声演员了 秉四作为德云社唯一一对在郭德纲家里喂过狗的搭档 当时可能只是感觉在一起合作非常的舒服,但没有想到一合作就是17个年头 放眼德云社还真没有比曹贺阳更适合给烧饼捧跟的人了 虽然两个人的风格都比较闹腾,但能收住烧饼的只有曹贺阳了 都说爆发前的沉默是最可怕的 曹贺阳一旦爆发,烧饼是一句话也不敢说 要知道,烧饼可是德云社的莽撞人,被曹贺阳对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说出去,真让人笑掉大牙 你可怕,我写最远,曹老师 我早晚把你给德纲吃了 我也怕,俩人开家对的,可是写最远 没想到今天这场也不感觉跟渡劫一样 谁不是 哪个地方叫渡劫,您再给我们来来这个 这个你也会 说这场句话渡劫来了 他也是习惯了,我也是习惯了 每天演出到后台,一边画艺术说 陶老师,咱今天什么作品 我说啊,他们什么什么 顺座我就答一个 他们什么顺座答一个 好嘞 我也觉得今天 一块死那一块 上来一块出街 17年的默契真不是说说而已 虽然没有对词,但演出效果却是出奇的好 烧饼和曹贺阳说是搭档 其实更像是一对情侣 都说德云社的搭档最好客 但是炳四还真不敢细磕 在粉丝问 烧饼你喜欢男的吗? 烧饼的回答则是 当一个男人没有碰见真心喜欢这个男人的同时 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会喜欢男的喜欢你 都说相声的舞台都是假的 但看烧饼的眼神并不像在说假话 特别是烧饼在专场上为四哥唱的那首歌 其实我想说因为我不知道 还能不能再遇到你 哦呀 我记得是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是否还能遇见你 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 据说看到曹赫阳结婚了以后 烧饼母亲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你看咱俩这都是老爷们的 他就是男人的 原人的男人的男人 你怎么男人的男人 不是男人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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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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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烧饼和曹赫阳都已经结婚 已经为人夫为人妇 从06年的首次合作 两人一路走过了不火的日子 这么些年相互扶持 也让两人找到了自己的演出风格 不断的创新 也让秉思越来越火 如今的两人 虽然不是家人 但胜似家人 两人已经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家庭成员 孩子也成为了互相的徒弟 虽然粉丝们还有许多的一男评 但如今却是最好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